花蓮县112年华东盆栽艺术协会精品展 目前是在吉安湘的浩克艺术村展出 总计有70件精彩作品 每一件盆栽都具有雕塑之后的独特姿态 述说着创作者的心路历程 还有他们的耐力与智慧年轮 展期只有到8月23号中午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花蓮县112年华东盆栽艺术协会精品展 即使起到8月23号中午 在吉安湘浩克艺术村展出 理事长王寅章表示 每一件作品都要花费十多年的时间来雕塑 才可以养成极高艺术性的盆栽作品 我们养盆栽就是把这个树头 我们在山上把它把这个树的 这些基本的树头跟它采回来以后 我们开始培养 培养然后呢 把那个枝 把那个枝挑选好 然后慢慢布局 要会 几乎就是要费很多的时间 我们就是人家讲的养一棵树好像养一个小孩一样 这一棵树要养到可以展览的话 最快要12年以上 养盆树的人 他就是几乎就是培养他的耐心 培养说我们把一个人的 可以把一个人的他的那个脾气改回来 吉安香港游淑珍特别到场欣赏这些珍贵难得的艺术作品 他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前来浩克艺术村参观 谢谢华东盆树艺术协会 带来了满满的创意作品 让我们缤纷极安 看到了八十几件的我们的盆树 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天然创意 以及雕塑的美 我们看到的自然的一个绿植物的呈现 竟然可以借由我们的力量来创造出不一样的精华 透过了年龄跟年份 让我们的盆栽更加的壮瘦 也呈现了每年带来不一样植物的生长 还有生态之美 看到了这么多的观光客来到了吉安 要感谢大家共够吉安的精彩 以及创新不一样的多元的氛围 这一次盆栽作品都非常精彩 经过评审严格评选 选出了总冠军 三面金牌 六面银牌 还有八面铜牌等 也借由一年一度展览来凝聚会员 共事彼此切磋 同时可以让民众欣赏到充满艺术性的盆栽 介统会吉安相报导 第一次再电缩 都要映着 四面银牌 都要映着 二油